聯儲局對減息的信心是否真的不夠? 相信今個星期五 美國公佈4月份的PCE物價通脹 將會為大家提供線索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 我是阿金 歡迎大家收看論內匯這個節目 聯儲局上星期對於推進減息的信心不足 加上我們見到美國公佈的近期經濟數據 比預期強 令到上星期美元整體都會受支持 不過我們見到主要國家的PMI 即採購經理指數都是理想的 相對來說都限制了美元的升勢 而目前我們見到央控的利率去向 都是根據各國的經濟數據而決定的 所以今個星期五市場的重點 就關注在美國將會公佈的PCE物價通脹方面 我們見到上星期 歐洲央行官員都暗示6月會減息 相對來說都會令到歐元的表現受制 不過我們知道6月份 聯儲局將會放慢縮表的規模 市場預期在美元的供應回升之下 相對是有利於第二大貨幣 歐元的表現 上星期英國的通脹 是大幅回落的 一度增加了市場對英倫銀行 減息的憧憬 但是我們見到 其實英國的核心通脹 仍然高企是3.9% 加上上星期英國首相辛偉成 宣布將會在7月4日提前大選 在大選的因素中 使得市場對於英倫銀行短期減息的預期 大幅回落 現在市場根據利率期貨的估計 英倫銀行的減息最快 可能要到今年11月份 較遲減息的因素 相對來說是會對英鎊有利的 所以我們見到上星期 英鎊對歐元的交叉判 英鎊的表現是不錯的 商品貨幣方面 我們見到澳紐兩間央行 在近期的議息會裡面 相繼都是曾經討論過加息的 反映兩間央行的政策立場 仍然都是偏英派 最主要都是因為通脹 遲遲未能夠達標的 交持減息的因素 相信會繼續支持澳紐元 這兩種貨幣的表現 相對於澳紐元 我們見到加拿大上星期 也公佈了4月份的通脹率 跌到3年以來的低位 這也增強了市場對於加央行 最快可能在7月就要減息的預期 在減息方面有分歧的情況下 我們估計加元的表現 可能暫時都會比澳紐元的表現 是較為信息的 好 看回日元方面 美國長寨息上星期回升 都利淡了對美日息差 較為敏感的日元匯價的表現 不過市場對於日央行 逐步收緊貨幣政策的預期 繼續升溫 帶動了日本10年期的長寨息 升到1厘以上的12年高位 加上二時日元匯價 其實已經靠近日央行 早前兩次疑似干預的水平 大概是158至160這個水平 所以預計日元再下跌的空間 在央行干預的陰離之下 相對來說都會有限的 好 最後看回金價 過去週末G7財長會議 未就沒收俄羅斯被凍結資產的收益緩污 作為一個最終的定案 加上聯儲局對於推進減息的信心 不足夠 令到金價上星期 借勢出現較為顯著的調整 不過全球地緣政治局勢而內 仍未解決 相信將會提升黃金作為避險資產 吸引力的吸引力 好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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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